我是阿天 龍行發布了一個蠻意外的消息 也就是說美國服務的玩家 在9月中就不能再玩了 他這邊寫是寫到9月16號 然後發放了一些虛寶 但是這個虛寶的話 除了美國服務以外 應該是全部的玩家都可以獲得 所以說當時收到這個訊息的話 一開始是覺得還蠻令人擔心的 但是仔細的看一下Discord 還有那個Gorex的影片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雖然說是英文 不過感覺上 這個好像跟那個抖音 還有美國的政策有關係 沒辦法這個跟政治有關係的話 我不懂 我只知道這些選舉 讓美國再次偉大 川普大大獲勝的機率還蠻大的 那龍行的英文FB 在宣布了這個消息之後 馬上又公布了之後更新的這個內容 所以我覺得我如果是美國的玩家 看到這個應該是相當的賭籃 但是我們就來看一下吧 他在後續的遊戲版本 這個是我直接就是FB積翻的 所以說文字可能會有些奇怪 那我們就簡單來看一下吧 第一個經驗值獲取會更簡單 為了減少花在較不有趣的研磨玩法 計畫推出層級共振 這個應該就是大家所熟悉的共鳴功能吧 那重點是這邊的文字應該蠻明確的 新賽季的第一個月之後呢 你就不需要再去磨EXP地下城了 那這個的話就是我們的哥布林戰記嘛 龍席的話呢我覺得陸陸續續都有看到社群有些人退坑 這個就是 其實人來來去去很正常 所以有人退坑我都是給予祝福喔 因為呢我是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的時間比較片段 手遊比較適合我 那如果是說有人叫我推薦遊戲的話呢 一般來說我還是會推薦 Steam的遊戲喔 畢竟遊戲性比較完整 然後呢也便宜很多 我最近玩的火俠傳啦 哇那真的是齁太好玩了 那可是呢就是人在外面啦 雖然說有像Steam Deck那樣子的東西 但是對我來說就是 在外面可能就是5分鐘10分鐘這樣子滑一下 那手遊還是比較適合我喔 回到官方提到的第一點齁 這個有關於等級共鳴我覺得是非常的重要 因為龍席的樂趣 我覺得就是在賽季的推出之後呢 當你擁有越來越多的這個角色 然後呢你在這個推關卡的時候呢 就可以有更多的選擇 就是好像我們玩一般的這種手遊啊 大部分都是抽老婆嘛 那你有那麼多老婆之後呢 你當然是希望他可以上場啊 龍席有這麼多的角色 然後呢也越抽傳奇角色越多 可是呢每一次我們都要卡在這個哥布林戰記 這個就很鳥 也就是說呢雖然我們有這麼豐富的角色可以使用 但是因為哥布林戰記還有石頭卡在那個地方 應該說賽季制的體力 所以就變得是說呢 你一定要練最實用的角色 那導致說呢我自己是一個玩家 到了S4賽季 我依舊沒有辦法去錄就是比較豐富的這個打法 因為如果要練一隻角色的話呢 你必須要花很多的這個體力齁 去打哥布林 還要打他這個升階的石頭 那如果是在不課金的體力狀況下呢 你練一隻角色的話 我覺得大概要花到兩天的時間齁 就是升到不要說100級啦 95級啦 所以打到S4賽季呢 我的隊伍呢依舊就是家裡巫師家裡巫師家裡巫師 沒辦法齁 因為練他最安全 所以說呢 他在什麼地方都能用 那這樣就導致說這個陣容就會比較單調一點齁 然後再來第二點就還蠻令人期待的齁 他是說呢 英雄人才系統 透過英雄選擇不同的天賦路徑 他可以專攻某些領域 哇塞 那這個變化就很多了齁 現在英雄就是這個樣子嘛 那如果說還有天賦的話 哇 那這個變動非常非常大耶 目前來說影響英雄的大概就是激勵 但是激勵這個機制就是給大佬去玩的嘛 那激勵的話呢 就是抽到同樣的角色 然後一直強化下去 欸這個一般人是不用去想啦 你抽到重複的角色 你當然是換神器啦 就算你抽到兩隻換神 你也是拿去換專屬的神器 一般來說不大會去激勵喔 那但是呢 這個天賦系統呢 應該就是人人都可以玩了 而且像希格麗的這樣的這個強悍的藍色角色 哇 這個天賦開下去之後呢 那感覺這個變化很大啊 應該不是說希格麗的啦 其實龍騎這款遊戲呢 很多藍色角色都非常好用喔 然後也因為這個天賦的機制呢 對應的什麼元素方天賦地下城也會推出 欸這個就是去打一些天賦升級的這個材料吧 他們計畫引入屬性轉移功能 讓設備屬性直接轉移到另一件設備上 設備是指裝備嗎 看起來的話呢 應該就是跟這個裝備有關係喔 因為這個隨機值實在是太大了 在賽季前期啊 你有沒有打到好的這個裝備啊 影響真的是非常非常大喔 像剛開始啊 這個掉落機率又低 然後呢 體力也不多 你如果說刷到一件神裝的話呢 哇 可能一開始的話會嚴重影響到這個牌尼喔 你看哇 這個屬性多漂亮 結果呢 他是生命值的 那這個喔 攻擊60% 結果呢 這四個 完全一個跟攻擊都沒有關係 但是我不用又不行啊 因為這個攻擊百分比60% 就只有他可以用啦 所以卡這個裝備 每一次賽季都要來賭這個屬性喔 真的是有點煩躁喔 再來第三點 進度回收 那翻譯呢 看不是很懂喔 這邊他寫說 由於資源重置而經歷了進度的差距 改善跨賽季的進度體驗 會透過進度回收系統保留 保留喔 本賽季中難以取得的某些成果 是不是指說我們可以選擇一些東西保留啊 譬如說這個賽季我覺得這個手套很棒 是不是可以保留下來呢 那成果的話呢 我就不大清楚了喔 但是呢 看到保留兩個字 還是覺得比較高興的 再來呢 新的遊戲內容 第一個流氓遊戲 這個就是漏割系統啊 那就是增加一些隨機性啊 或者是說 過了一關 或者一些buff 這個每一款放置手遊 基本上都有這樣的要素 那加在容器裡面 我覺得是蠻適合的 但是前提呢 必須要把角色共鳴的機制給做好 不然的話呢 你有這種隨機的這種地下城的挑戰 結果呢 玩家都卡在要去練英雄的話呢 那就完全沒有意義喔 第二個是新的競技場 這個PVP系統 那我自己是不怎麼打PVP啦 那這個的話呢 就等他開放之後呢 我們再來說明吧 好 再來呢 更友善的研磨經驗 這個研磨原文是指跟經驗值有關係啦 然後自動爬塔 欸這個不錯喔 超金迷宮跟四箭之助 相信大家已經打得很煩了 重點是那個妖精迷宮的那個走圖啊 實在是很沒有意義喔 再來其他的最佳的話 他會有一個什麼 快速英雄裝備設定喔 這個是譬如說 一鍵裝備 然後還會優化許多非自動戰鬥玩法 OK那最後面呢就是劇透 第四季 對 那現在大家還不知道說 第四季的劇情是什麼東西 有提到像是火山啊 之類的東西喔 之前提到的這個半週年活動啊 現在都已經快要玩到一週年了 那這些活動呢 目前也還沒看到 那第四季多的內容呢 目前也不清楚是什麼東西 對 像這個萬運烈性喔 這個也是感覺上很老的東西囉 如果說他前面那些更新都能做到的話呢 那我覺得這個遊戲就是一款蠻不錯的放置手遊喔 再過兩天呢 這個裝備掉落量增加之後呢 又開啟了活動可以送一隻免費傳說 也不是免費啦 但是就是獲得的門檻比較低啦 而且如果這個賽季你沒有辦法拿到的話呢 現在賽季商店的話呢 也可以去買到之前的這個賽季傳說角色喔 至於說領到那麼多資源 我們要做什麼呢 當然這些資源也沒什麼好抽的啦 我們還是等到兩天之後 這個裝備掉落量增加 以及開啟那個傳說角色的活動 再來消耗這些資源吧 不然你現在把這些麵包拿去打裝備的話呢 其實會非常的浪費喔 OK那影片就到這個地方啦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